已经局面理解与判断 现在我们接上期来讲 上期我们来讲到这个打入 然后拖到这来 白旗啊 在这个局面下面 好像如果直接出动的话 一无所获 那很多人就说 他说这个拖啊 是唯一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对职业起手而言 这个时候啊 我如果直接去解决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采用 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停顿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他 那么说呢 黑旗这里面呢 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我现在爆破不合时机 但是呢 不代表我以后爆破他 威力不大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停 停顿了之后呢 这个旗 搬 搬 竖起来 这都有先手 比方说这以后有机会的话 成型的话 他这个旗 立上去 他说 退到这儿来 这就对他还是也有一定的威胁的 那么说黑旗呢 也不好动 黑旗要动啊 只能先夹住 先把自己旗补好 然后再出动 那这个时候呢 白旗一般 你挡住 白旗又给脱先了 那么说 在这个拆二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呢 黑旗啊 在这里就略显重复了 因为多了一个子 以后未来你再点 点脚的话呢 白旗就让给你了 就反打 让掉了 如果你现在直接没有补齐 直接点脚的话呢 就会遭到反击 当白旗立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白旗如果再出动 它的威力就大得多 因为如果你再断 它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藏起来 它藏到这儿 就把你分断了 如果你走这儿 黑旗啊 它是一个好手 就是顶上去 也可以把你分断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现在白旗已经自动 会让黑旗很难受 那么说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怎么办呢 这个旗拆二 也是一步旗 但拆二略显被动 就是说还没有开始作战 就已经有点委屈了 我们还可以拆三呢 你不敢拆三 你拆二 如果被白旗这样拆住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一代 以后利还有先手 委屈 那么说呢 我们现在来下这个旗呢 现在走哪 现在这个旗 全国比赛都是往这下 高拆 因为像这样的局面呢 拆完了之后 以后黑旗啊 再逼住 几乎是先手 那么说这个旗行的 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请别忘记 白旗的一个反击 当你走到高位 白旗如果现在再往这儿打 它的 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它利到这儿来的时候 黑旗简单的一利 这个时候你无处 发力 你如果现在逃回去 实际上啊 也就是泼泼木 黑旗的形状很完整 而且伤到脚 如果你挖 这个旗也没有很大作用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可以退到这儿来 那么说这个时候啊 白旗有一招 是什么呢 你往高位 我就往底下漏了 我不让你逼先手 我先发自人 黑旗 黑旗 立 白旗 跳 走 再连回来 这个时候 黑旗啊 又陷入苦战 因为啊 这个旗 当你顶到这儿来的时候 白旗 这一代的旗型呢 是很恶劣的 就算你有打先手 以后这个旗有加 然后有断 断的下方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能 往这儿立 如果肩到这儿来呢 白旗也是往这儿跳 你靠住 然后白旗 漏旗 跟肛人力 大同小异 如果接到这儿 他一搬呢 这个旗也是大亏 未来你不走 他一冲 你一挡 再一点 你一沾 这个旗 旗型凝重 而且呢 问题是他没有安利 那还有一种下方 就是比较实惠的下方 先搬 搬完了之后 不让你肚 然后再来尖 这个旗 更麻 麻在哪儿呢 麻到一打麻之后啊 你这个旗 力 力 有长 脏 还不知道 现在你下的这一串旗啊 是唯控 还是消控 还是这个 所以这个旗没有效率 那么说呢 这个现在只此一手 压住他 本人在全国比赛中间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直黑 当时呢 我的理解啊 也很片面 当时有误区 我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呢 我走的是 人家搬的时候呢 我当时一琢磨 我觉得这个旗啊 我就让他度回去 不就是一路空吗 但是呢 下完了之后 才知道这个旗啊 判断错误 因为当打成这样的时候啊 白旗啊 他不是光把你的空破掉 他自己这个点脚 也自然而然 没有了 然后更可怕的是 当初我来理解这个旗 我认为是厚实的情况下 现在再仔细来分析啊 这很简单的一个分析 是疏忽了 是什么呢 这个旗并不厚 甚至来说 它还是一块姑旗 如果你不走 白旗大飞 边攻边围 因为你这个旗没有根 如果你往下跳 这个旗下的全是一串当关 那么说这个时候啊 局面已陷入被动 如果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还有一招 是什么呢 就是 你走成这个局面 可以打 提掉 再糊住 当白旗挡住的时候 你还可以搬住 但这个企业 跟刚才我讲的一个局面 很雷同 这时候黑旗要补助 那么说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一代 黑旗独立了 这一代虽然有个点角 但是呢 它是一个打结活 但是这一代呢 黑旗看似全在外面 但是它不厚 因为白旗一点 黑旗一沾 这一代呀 它不是说 会容易受到攻击 而是说 它会受到牵制 牵制是攻击的前奏 比方说 白旗以后可以跳 如果想违控的话 可以正在这儿呢 当你如果再不走的话 它再一跳 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 严厉的攻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满 那如果这个棋走到哪里好呢 如果还是用这个棋为例子来下的话 白棋再打吃 他再一例 等你再提到这儿来的时候 黑棋尖住 这个下法总体来说 黑棋还要所得 但是白棋跟我们上一讲 有一定的雷同 他不胜 当你拐棋的时候 这时候一跳 当你挡住 再往这儿飞出 这个棋 黑棋依然不好 虽然在这儿把这个脚挖了一块小肉 但是实际上 你的整体还是出于未安定的棋 说到这个时候 好像大家是一筹莫展 包括本人在下棋的时候 也是苦思冥想 没有想出答案 后来无意中 看到一盘棋 是李昌浩和刘昌鹤 在韩国比赛下的一盘棋 那也是很早 当时一看 就豁然开朗 就真是觉得 超一楼选手的思维 就是灵敏 黑棋压一个 当白棋搬到这个的时候 这座黑棋 这两位巨匠 棋坛巨星 他下着这一点 他压完了之后 再点三三 这说明他的逻辑性的推理 相当的完善 当点到这儿 我们一看 这个点怎么跟这没有关系呢 其实完全是 细致的一看 关系太大 现在啊 如果你往这儿打一个 他一扳 他就告诉你 现在我们是和平解决 打掉了 你可以攻击我 但是我呢 通过这 我少了 我把你的脚控破了 这是一个双方啊 比较两分的一个状态 但是白棋出于这种阶段 把心甘情愿呢 他肯定首先想的是搬 他说我搬过来啊 先把猛攻击这一块 你不就难受了吗 但是我们大家一看 这时候再冷静的一挖 这就 这棋的奥秘就揭晓 当挖到这儿来 这有两个弹点 如果白棋唬到这儿 黑棋打吃 这已经是黑棋其后无比的 一个正式了 而且这个正式会引导全局 再说白棋这一块 胡到这儿 也没有完全吃掉黑棋 因为黑棋啊 未来啊 他还有碰到这儿的好手 或者直接飞脚 大飞活棋的好手 那么白棋还在这落后手 这个 这一算下来是亏本 亏本的账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要说 往这沾呢 那也不妥 因为这个棋一打 你沾到这儿来 然后黑棋往这儿一藏 这时候就有打的下方 白棋如果一挡住 黑棋 把这一挡 这个棋啊 还无处逃跑 那基于现在的一种情况来说的话 白棋呢 现在是立到这儿来 他说我立 可以吧 你来活脚 我就冲击你 我就冲击你这个 但是这个下方肯定的数是黑棋不利 但是呢 我点这个是适应手 走完了之后 我还要回到主题 当回到主题 白棋得逃跑 白棋得打 打完了之后呢 再拐回来 当还原成这个 当初的这个下方的时候 这棋 黑棋是不利的 但现在这个棋 白棋亏了 为什么亏了呢 因为这两手啊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白棋在这 现在去 点脚的话 黑 黑棋在这点脚 白棋是一挡 这棋就死掉了 现在呢 是我点脚 你沾到这儿来 这是一个倒推你的方式 哦 那么说 这一点脚 就会活棋 这个棋的 我们的一个判断来说 就出现一个巨大的差异了 这下方就是黑棋好 那么说 如果黑棋 圆到这儿来呢 它还是不让你回家 你依然可以挡住 当打到这个时候 黑棋啊 这个点 相当于这个时候点 它应该挡 还是圆到这儿 那么说 黑棋以后可以 尖到这儿活棋 可以飞到这儿 破控 这都可以 这个时候 白棋又亏了 那么说呢 白棋现在啊 只能进行一个合理的转换 是 当它点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 贴上去 黑棋 搬住 白棋挡 黑棋 然后 白棋搬 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呢 就是一个两分的下方 这是 刘昌日和李昌浩 两人在韩国队局中间 下的一个局面的片段 这说明呢 两位超一楼选手 他们的逻辑性 还有高超的理解能力 今天这盘棋呢 我就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再换下一盘棋 现在我们讲的这盘棋呢 是局面的理解与判断的欣赏篇 我们看看 职业高手下的棋 对局面特定的理解和深度性 这盘棋 是曹英权九段和王蕊八段 在三星火载杯决赛的时候 下的一盘对局 这是流行的大雪崩变化 这个棋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搬着一个不经历的一搬 这个棋啊 是势哉必得是要吃着四个子 因为啊 这个棋当拐到的时候啊 如果白棋要吃掉它 黑棋是可以往上搬的 这也是变化的一种 但是呢未来啊这一猴是个打结杀 如果没有这 这一搬 这也是一个下法 但是呢多了这一个搬 黑棋就告诉你 这个棋要四个子我要吃 我不跟你进行转换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它就搬到这儿来 然后它一搬 然后现在白棋挂 那这个局面呢 第一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选择 大家来看一个简单的选择 都可以看出高手的一个理解 现在啊 黑棋啊 它很果断的在这一间低加 它没有二间高加之类的 也没有拖 因为像这样的棋啊 这个棋是白棋的正式 这个是对着白棋 所以如果说你往这下的话呢 白棋的效率就太高了 大飞 效率太高 因为它凌围整体 凌围整体之后 它的棋的指效啊 就会无穷的增长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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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段他也不是说是凭空就下什么所谓的高招 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但是呢他在细地的位置 他比骑友们理解的要深刻 如果像这样的局面 黑棋正常的普通的下方是挂奖 那么说白棋当官 然后飞棋 但飞到这儿来的时候呢 这是你唯控来我唯控 但是呢 白棋以后啊 震到这儿来 是又消理又长自己 这是嚣张要点 这个时候因为下棋高手之间的过招啊 他都是点滴 点滴的差距 微小的差距 这个时候走到这儿 白棋这个地方再扩张 这是软头黑棋 那么说呢 黑棋这一块呢 有话可以飞下去 可以靠下去 如果你再围的话呢 被压制住了 这个时候呢 你虽然围了这一块 但是白棋围了更多 所以像这样的棋 在业余棋手中间呢 你们可能是成 不是胜负的关键处 但在职业选手 特别是顶尖级的棋 职业棋手 他这就是决定胜负的选择 这时候他没有挂 那么说 他觉得这个棋啊 他用把棋下深动一点 他如果想往这内挂呢 这个棋又太窄了一点 白棋一肩顶 黑棋啊 有点无处藏身的味道 如果你现在往这拆啊 你厚实太近 白棋呢 虽然这个棋啊 厚实 外实跟这个被打破了 势力方位 但是呢 他通过一坚定之后呢 把木树 发展转化为这一边 可以逼到这儿来 逼到这儿来 当初 这个五个棋掉的棋很厚 但现在呢 他呀 未来啊 他有尖 还有斑张 还有尖到这儿的下法 这几个字啊 还没有确定 所谓的 完全安定 因为要 要收签子 那么说这个打入呢 他可可行性的 就变小了 这样白棋 应该是反仙的下方 那么在这儿 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去破坏空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可以考虑 脱脚 但这个脱脚 第一杆 就是要往这儿搬 如果搬到这儿大 这个边控比脚空大 我就要走边控 这是大小的选择 如果黑棋往这儿 藏进去 白棋一粒 黑棋拐住 白棋藏 再飞 然后 这时候再 走到这儿了 或者飞下去 这个时候呢 让你活一点小脚 但是呢 这外四 几乎都会变成失控 然后在飞压的时候 限制你这五个 拔花的一个威力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啊 他必然要往这儿搬 搬到这儿 他要 不顾一切代价 要进这个空 现在呢 白棋有一个本手的下方 就是单粘 粘到这儿 粘到这儿呢 黑棋是不能往这儿藏的 这样一藏啊 他打刺 你粘住 再挡住 这很饱满 就像你在这儿活齐了之后 这如果走到这儿呢 这边的势力范围 转换过来 这里的空 转到这儿来了 但是你就没有钢层挂脚 那空多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行的 黑棋啊 他往这儿 搬 挡住 但这个下方呢 一味的要唯控啊 你疏忽了一点什么的 真之有力 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如果连搬到这儿来 真之有力是可以连搬的 黑棋 白棋不能打 一打之后啊 这就崩溃了 局面就崩溃 这一段 就被变成了一个 针子 再压 这里要搬死你 这里要打死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必须退了 退 再爬 总体来说呢 这个结果来说呢 应该是白棋还是很有力的 但是呢 黑棋真的要先手 而且以后呢 未来可能呢 这棋断了之后呢 有真之有力的情况 断了之后 再往这儿跳 是可以破控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棋这个下方呢 还是可以下的 那么说白棋呢 它有另外一种更强的下方 如果这里不行 那我们就要从棋的发展的角度 哦 那我就可以打 打长过来 打长 打长 你飞过来之后呢 这时候有个猴顶 看似很笨重 但是很实用 然后再点到这儿呢 当你粘 它在夹住你 这时候可以攻击你 攻击你 同时这个边会被白棋所掌控 那如果要说 走成这个结果的话 搬住 最完美的下方 是直接打住 粘住 然后再粘到这儿呢 这样黑棋就没变化了 因为黑棋当它断的时候 这时候啊 有个挡 如果说你粒 它搬死你 你搬它打死你 现在如果有这个 但是有个手筋 夹住 如果你打吃 它粒的话 现在白棋啊 它有个好手势 它一搬 它就把你吃了 这个棋是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把你吃 所以这个时候 断是不行的 那么说通过我们这个棋 计算的论证来说的话 那这个时候 断不成立 它只有拐 然后再一退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 就还原成我们钢层的一个下方 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 曹九段 对这个局面的一个理解 它现在呢 它的实战呢 没有按常规去挂 它走到这儿来了 他认为这个棋很厚 如果这样挂的话呢 参与 对白棋会增到吃高点 那么说呢 我索性要破里的空 但我怎么破里的空呢 这是吧 它的理解就是说 我第一 我要保护自己 在第二呢 我要最大可能性的破里的空 它二路漏 没有到这儿来 实战的下方 我可以跟大家先摆下实战的下方 实战是立住 爬一个 挡住 然后呢 它点 它应该告诉你 你如果不走的话 只有一个断 现在白棋压一手 它一退 然后弧住 弧到这儿来 这个时候 扳起到一个作用了 扳这一手 因为黑棋啊 要腾挪的话 它要利用这个棋 那么说 当它走这一步棋的时候 它已经考虑到 这个变往 就加一手 如果你现在打吃 白棋有这个打 那么说再往这儿飞 这个棋 就比较好成活 现在呢 我们 这个棋啊 就先讲到这儿 现在说 这个棋 是 这么特别的 这儿 我们 这儿 有别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